你相信古人比我们更懂现代科技吗? 不信? 那你得看看这些奇葩文物了。 大家好啊, 今天咱们聊点神秘又有趣的事。 你们知道吗? 我国考古界曾经出土过三件疑似穿越的文物, 连科学家都投的, 不知道咋解释。 真的吗? 来,跟我一起瞧瞧。 首先, 1972年在安阳出土了一街水管, 居然是个T型的排水管。 现代的排水管道你肯定见过吧? 但你能想象在几千年前古人就能搞出这种设计? 简直是脑洞大开呀。 再说说, 1987年陕西法门寺发现的高跟鞋。 是的, 你没听错, 高跟鞋。 专家们复原后发现, 这唐朝的高跟鞋跟我们现在的高跟鞋一模一样。 大唐朝人都这么时髦吗? 搞不好, 咱们的时尚潮流真是从唐朝穿越过来的呢。 最后还有1990年, 在浙江战国墓地里挖出来的水晶杯。 这个杯子跟现在的玻璃杯简直就是双胞胎。 通过研究杯底的水晶沉淀和雕刻文物, 科学家们都惊呆了, 这战国时期的水晶工艺真不是盖的。 这些文物的存在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, 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人穿越回去, 教他们造这些东西。 小伙伴们, 你们觉得这些文物是穿越的吗? 还是古人的技术真的那么牛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, 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。